慢连输球了,输给了布莱顿,这场比赛慢连输得很憋屈,整场比赛慢连没有制造太多的机会,反而是布莱顿无论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都踢得有声有色。 不过虽然输球了,但是穆里尼奥也并非没有收获,因为他替补换上的菲莱尼,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 菲莱尼上场之前,他的位置开始顶在了最前面,他经常出现在卢卡库的位置上,而卢卡库则选择了拉边,原来在右边的林加德则跑到了中路,而这个改变,效果非常明显。 虽然曼连在进攻端的起色不大,但是菲莱尼上场之后,曼连在前场至少能够拿住球了,而且菲莱尼的投球争顶能力出众,在短短的30分钟时间内,菲莱尼几乎赢下了所有的争顶。 菲莱尼居中之后,卢卡库在右路的表现,其实也比在中路的表现更好,毕竟相对于身体强壮的中后卫而言,边后卫的身体素质要弱了不少,而卢卡库在边路也能够拿住球了,并且还有两次突破。 虽然这些突破没有制造出来机会,但有了突破,就是一个不错的进步。 事实上,在莫里尼奥的志向,前锋最大的作用并不在进球,而在于前场的支点作用,必须可以在争顶对抗中拿下队友的长传,并且可以在前场互助球。 卢卡库虽然爱好小魔兽,但是这一点做的并不如费莱尼,费莱尼有身体,有身高也有头球,射门能力也不俗,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缺少顶级前锋的那种秀,绝,但是他作为一个支点完全没有问题,而卢卡库则完全可以回到右边峰的位置。 当然在埃福顿时期,马丁内斯就曾经多次让卢卡库出任右边峰,让卢卡库用身体碾压身体较弱的边后卫,然后为球队创造机会。 而本场比赛看完费莱尼和卢卡库的表现之后,莫里尼奥或许可以考虑一下让费莱尼顶在最前面,而卢卡库则可以弥补曼联最缺少的右边峰,这样莫里尼奥需要的支点有了,最缺少的右边峰也有了。 而这或许是解决目前卢联前场问题的最好选择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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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